大家好,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,女人如何看待,男人用嘴帮她解决需求。 为此,我亲自采访了我的六位好闺蜜,一起来看看对此她们都是怎么说的吧。 第一位小文,今年28岁了,她说,我以前也是那种有点冷淡的人。 就是觉得发生关系好像没什么意思,也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这么热衷这玩意的。 后来,一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,我是没有想到,这个人对我的影响是那么大的。 我们俩算是一见如故吧,第一眼就对彼此很有好感,后面接触频繁,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。 记得我们第一次那个的时候,我有点紧张,但她特别温柔,一直安抚着我,做动作什么的也很轻,我就觉得还挺舒服,挺惬意的。 然后,她就帮我用嘴了,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男人给我用嘴的感觉,好像要把我融化了。 原来,用嘴棒的人真的能让人无比享受,你会沉浸在里面。 看来,我也不是真正的冷淡,遇到好的和人和体验,我也是能投入进去的。 第二位小雅,今年32岁了。 她说,有一次,我男朋友提出让我给她用嘴,我给拒绝了,说不行。 然后,她就说,这样吧,我先给你用嘴,你体验一下,如果把你弄舒服了,那你也帮我弄一下。 我当时心想,行,待会你怎么弄我,我都说就那样。 于是,嘴上就跟她说没问题。 没想到的就是,她给我用嘴,后面我直接就爽上天了,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 我是真没想到,她用嘴可以那么棒的,把我弄得那么舒服,我也得让她舒服才是,不然都觉得不好意思。 之前我是不太能接受这个的,但后来因为跟她的体验感太好了,也就慢慢接受了,最后还彻底喜欢上了。 这也算是她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吧。 第三位莉莉,今年27岁了。 她说,这个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。 我之前一直是单身吗?没有正儿八经谈过恋爱。 所以对于发生关系,很多时候我都只是停留在一个想象中。 想象中的我是接受不了用嘴的,甚至还觉得有点脏呢,从小家庭教育就比较传统保守的,以后谁给我提,我都会拒绝它。 后来嘛,我就自然而然谈恋爱了。 没有用嘴之前,你千万别给我用嘴呀。 这有什么好弄的,弄得我下面湿漉漉的,这么不卫生。 然而,男人给我嘴了之后,就变成了,你再给我嘴一下下呗。 求求你了,你真的太厉害了。 我这变脸程度也是够快的,可见,一个人只要嘴上功夫硬,别的什么都好说。 第四位红姐,今年34岁了。 她说,坦白地说,我在我前人身上根本就没有体验过这个。 理由嘛,也很简单,她说,她接受不了帮女人用嘴。 因为在她看来,女人帮男人用嘴很正常,男人帮女人用嘴。 那就不太应该了。 我跟前人的发生关系,通常十来分钟之内就结束了,有时候甚至只用七八分钟的样子。 所以,那时候我对发生关系并没有多大的需求,因为跟她的体验感就不太好了。 后来,我重新谈了一个男朋友。 我才知道,跟不一样的男人发生关系,原来差别真的很大的。 跟有的男人发生关系,做了等于没有做。 跟有的男人发生关系呢,做了还想做。 现任男友不但愿意帮我用嘴,而且他的嘴上功夫还很棒,过程也很温柔。 以前不用十分钟就结束了,现在最少半个小时,没有半个小时以上根本就结束不了,这就是差别。 所以也奉劝姐妹们,遇到让你不开心的男人,千万别凑合,一辈子很长的。 第五位,孟杰,今年32岁了。 他说,没想到的是,我男朋友看起来是那种挺斯文的类型。 在床上的这个用嘴的技巧是这么的厉害。 我以前谈恋爱那会吧,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容易兴奋的人,发生关系就更是了。 但那个时候,为了不扫兴,为了男朋友开心,我就只能装出很兴奋的样子。 这样装久了吧,其实也是挺累的。 不过自从跟现在这个男朋友谈恋爱之后,这些都不存在了。 我不用再装得很舒服了,因为是真的舒服,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以前根本不会主动去要那个,现在我经常主动,而且我也很享受每一次的发生关系。 所以,男朋友也不只是嘴上功夫好,他也更懂我,我们也更默契,自然也就更能享受其中。 最后一位宇婷,今年32岁了,她说,我忍不住要夸一夸我家的那个。 不得不说,她的用嘴是真的很牛的那种。 第一次她帮我弄的时候,我还不知道她是那么厉害的,就想着过程中,怎么着我也得装得矜持一点。 就不要叫,不然就显得我有点那啥了。 结果呢,就人家那用嘴的时候,我根本就受不了。 一直不停地叫,还叫得挺大声的,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。 反正呢,男朋友帮我用嘴的时候,真的在舒服了,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 真庆幸,我有一个嘴上功夫这么好的男朋友。 而用嘴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,首先它可以促进情感交流,用嘴可以增进男女之间的亲密感和情感交流,有助于双方感情的增进。 通过用嘴,双方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方的身体和需求,为彼此的愉悦付出关爱和努力。 它可以增加夫妻生活的多样性,有助于提高夫妻生活的质量和满意度。 尝试不同的用嘴技巧和姿势,可以让夫妻生活更加丰富多彩,增加刺激感和新鲜感。 用嘴可以帮助双方在夫妻生活前获得足够的性换气,有助于提高夫妻生活的满意度。 尤其对于女性,充分的性换气,有助于分泌润液,减少夫妻生活时的疼痛感,提高愉悦感。 对于男性来说,用嘴也可以帮助他们在夫妻生活中更加持久。 它可以辅助生殖功能。 对于某些生殖功能障碍的男女,用嘴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手段,帮助双方在夫妻生活中获得愉悦。 例如,对于患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男性,用嘴有助于勃起的产生和维持。 而对于女性,用嘴可以全方位刺激,提高性唤起和愉悦感。 它可以减轻压力,用嘴和其他形式的行为一样,有助于减轻压力和焦虑。 夫妻生活可以促使大脑释放一种,名为内非态的化学物质。 它有助于产生愉悦感,减轻疼痛和改善心情。 在男女关系中,共同应对压力和挑战是非常重要的,而用嘴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缓解方法。 它可以增进信任,因为用嘴需要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进行,因为这是一种相对私密和亲密的行为。 当双方愿意为对方提供愉悦和关爱时,这表明他们彼此信任和依赖。 这种信任感可以加深男女之间的感情,让双方更加珍惜彼此。 当然在用嘴时,也要注意以下几点。 首先卫生很重要,用嘴涉及生殖器和口腔的接触,因此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至关重要。 确保双方的生殖器部位和口腔都清洁干净,以降低感染和细菌传播的风险。 可以在进行用嘴前共同洗个澡,以增进亲密感的同时,确保卫生。 另外要注意沟通,在进行用嘴前,男女之间要进行充分的沟通,了解彼此的喜好、需求和界限。 在进行过程中,也要保持沟通,以确保双方的舒适度。 了解对方的喜好可以让用嘴更加愉悦,而尊重对方的界限则有助于维护男女关系的和谐。 要注意避免疼痛,在进行用嘴时,应避免使用过于强烈的动作或力度,以免对敏感部位造成疼痛或损伤。 尤其要注意牙齿和舌头的使用,避免刮伤对方的生殖器。 另外要注意避免感染。 此外,要征得双方的同意,用嘴应该是双方自愿、愉悦的行为,不要在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。 强迫对方进行用嘴不仅伤害了感情,还可能引发法律纠纷。 最后,男人用嘴很棒,给女人带来的体验感也是各有不同的。 有个不错的体验,当然会让两个人的男女生活质量更上一个台阶,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。 而且会尊重对方,慢慢探索,相互取悦。 所以,真正好的夫妻生活,是两个人能为了彼此慢慢调整,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对方区迎合自己。 还是那句话,嘴上功夫只是两个人男女生活当中的其中一环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讲得有点意思,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,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。 谢谢你,我是单身朋友,在中国的小慧。